12月29日,陈坦哥新作《妖猫传杀亲派对》在京举行 导演陈坦哥协主演黄轩,然谷将泰,张雨琪,秦浩,于浩铭,欧豪,张鲁依,张荣荣,田宇,新百青等一众主创集体亮相夜猫趴杀亲派对 亲派对上,各主创结束拍摄任务一声轻松,纷纷举杯相助,互动也更热闹有趣 率先出道的酷白组合黄轩,然谷将泰获得导演赠予的亲酒 黄轩爆料相处很久才发现,然谷居然会唱rap,大大颠覆器安静的美男子之下 更在然谷蹭蹭下现场示范保健操 景色不太好,所以我经常学一些各种保健操 然后因为拍戏有时候比较辛苦,自己在现场活动 然后有时候我会教给他们说你这样做会放松哪里 所以比如呢,有没有一个可以在这里呈现,你在现场放松的那种 就有一个是双手端平 朝前,朝前 然后平行地往后面转 转到脑袋后头 这样说练一个时间你的颈椎病会有很大的团结 饰演夫妻的张雨琪和秦浩获赠黄酒 结束张雨琪角色被羊猫护身 秦浩被羊猫惊扰的秦汉看点 张雨琪表示拍摄过程非常high 更开玩笑称,拍完这部戏就可以吸引了 这部戏的拍摄其实 我高兴在一直充斥在脑子里面的 其实还是有一种非常high的感觉 不仅是在这么一个剧组大家留下了很难忘的感情 然后我觉得在跟凯歌导演整个合作过程中 对一个爱演戏的演员来说 你不可能不high 然后我其实今天 其实我今天特别想让大家在这边能够借着一点酒 然后大家能够high起来 然后你笑啥 然后我们俩人反正就都是北方人也比较实在 所以就来之前给两个 我们俩上台之前不知道说什么 你说先喝两个香槟 然后喝完了之后可能酒后吐真言吧 好